王曼玉迎战华裔小将临时洞单挑德国黑马 11月7日的法兰克福冠军赛精彩分成 10月7日法兰克福冠军赛继续进行 当天国平有5名球员出战 在21点40分钱天一将迎战伊藤美城 在巴黎奥运会周期 钱天一在国平是一直处在第6人的位置 始终没能更进一步 新的周期钱天一获得了更多的比赛机会 前不久的蒙比利埃冠军赛 钱天一是闯入了半决赛 但输给了张门美和 紧接着的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 钱天一进入了决赛 但是却输给了宽曼 这一次的法兰克福战 钱天一也是获得了比赛机会 首轮比赛他3比1击败了东道主选手考夫曼 而伊藤美城则是淘汰了巴西一姐高乔布鲁纳 伊藤美城曾经是国平头号竞争对手 拿过混双运冠军 不过现在的伊藤美城 早已经被国平研究透了 上一个奥运周期 伊藤美城就已经不是日平的核心主力了 钱天一曾经在去年击败过伊藤美城 这一次俩人再次交手 钱天一将有机会继续取胜 23点 王曼玉将与朱千熙交手 朱千熙也是一位华裔名将 非常年轻 曾经在一场新加坡大门关赛中 与思颖沙打满了气局 让人印象比较深刻 在田智熙的重心越来越倾向于家庭生活时 朱千熙在未来或许会给国平带来很大的麻烦 王曼玉在亚锦赛之前就因为家庭和身体原因 一直处于休战状态 作为洛杉矮奥运会国平旅队的双核之一 王曼玉的状态如何是球迷关注的焦点 如果按照绝对实力对比 王曼玉肯定是远胜于朱千熙的 但是唯一需要担心的是 曼玉现在的身体是不是恢复到正常状态 首轮对阵帕拉南的时候 曼玉在比赛中就遭遇到一些困难 这场对阵朱千熙 相信王曼玉也会做好同样的困难准备 10月8日的凌晨1点30分 王毅迪将与罗马弥亚名将萨玛拉交手 萨玛拉曾经击败过陈梦 也拿过世界杯的女丹亚军 不过萨玛拉的年龄偏大了 正常交手状态下 王毅迪取胜是没有问题的 巴黎摇运会周期因为树外战太多 失去了女丹精神资格 新招期开始后 教练组对王毅迪也没有放弃 大敌依旧是国平前三号主力 不过除了澳门冠军赛闯入决赛外 在其他的赛事中 王毅迪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 尤其是在亚锦赛 王毅迪在女团和女端赛场 接连输给了张门美和与金琴英 蒙比利埃冠军赛又早早被钱天一淘汰 这一次的法兰克福冠军赛 也是王毅迪证明自己的一次好机会 如果过了萨玛拉这关 下轮他将与韩国一姐沈宇斌交手 凌晨2点50分 何卓嘉将与郑一静对决 何卓嘉是孙颖沙的金牌陪练 但其个人实力确实不俗 新周期的大马观赛 何卓嘉久违的亮相后 便给了球迷一个惊喜 他暴冷淘汰了张门美和 把对方直接打到痛苦流涕 不过在马斯卡特战 何卓嘉却输给了另一位日平新星 把灯杀月 这一次的法兰克福战 何卓嘉又获得了比赛机会 他首轮就轻松战胜了汉娜高达 把这位埃及小孩姐也给打哭了 这一轮的郑一静当然不太好对付了 现在世界排名第八 此前的蒙米利埃冠军赛 郑一静就杀入了半决赛 状态正是好的时候 何卓嘉想过郑一静这一关不太容易 假如嘉嘉真的进入了八强 他的对手将是张门美和 凌晨三点三十分 林士东将迎战德国队的杜达 杜达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 突然成为了一匹大黑马 接连击败了奥卡洛夫 林高远和梁景坤 势头很猛 一度逼近世界一流选手行列 作为国平新周期的头号新星 李士东身上承载的压力很大 他在此前的澳门冠军赛和大门冠赛 都拿到了丹达冠军 但是后来的亚锦赛呢 他在决赛中输给了张门之和 蒙米利埃冠军赛没有进入决赛 之后的马斯卡特战 林士东又拿到了冠军 这一次的法兰克福战呢 林士东首轮击败了法尔克 次轮将与杜达交手 在王主钦出局的情况下 林士东又成为了国庭独苗 上一次在蒙米利埃 小博勒本文在主场观众的 诸威声中击败了林士东 这一次在法兰克福 林士东能否顶住杜达 以及主场球迷的压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